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面那辆车的车尾明显凹陷 后面那辆车损毁就更严重了 车盖都翻上来了 汽油还洒了一滴 据了解 陈观林自从拍摄完八点档连续聚一家团圆后 就没有再接新戏 目前处于休息的状态 为了尽孝 连日来他带着妈妈到不同的地方旅游 没想到正开车出门的他 突然遭遇车祸 还好人目前没太大问题 陈观林经纪人表示 当时陈观林开车经过快速道路下砸道等红灯 后方车子突然撞上来 由于对方在几乎没刹车的状况下冲撞 造成他的车尾损毁 安全气囊爆开 庆幸他当时邮寄安全带 否则撞击力那么强 他肯定会整个人飞出去了 意外发生后他的手部肿了起来 似乎有内伤 不过他暂时没去看医生 想之后再找时间去医院检查 陈观林目前已经报警求助 肇事者是女司机 没有喝酒 而他的坐驾车尾被撞变形 安全气囊爆开 空调坏了 预计要花两个月维修 现年五十岁的陈观林 入行已经很多年了 凭借着俊朗不凡的形象 他出道后演出邀约不断 发展顺利 前几年 他曾来内地发展 并拍摄了大量电视曲 他在梁山伯与祝英台 饰演马文才一角 极佳的扮相 完全盖住了男主角和润东的风头 不少人更封他为最帅马文才 近年 陈观林依旧活跃在娱乐圈 他主要演八点档连续剧为主 每次一演就是一年 相当劳累 但他从来没喊过苦喊过泪 是非常敬业的演员 口碑一直很不错的他 早前却因与前妻郑仲英的纠纷闹上热搜 他跟郑仲英其实已经离婚二十年 但郑仲英总是爱在公开场合吐槽他 还说他不见女儿 忍无可忍之下 他在社交账号上发文大骂前妻颠倒黑白 搬弄是非 他强调这二零年来 自己都有汇款供养女儿 也提出过见面 过分的郑仲英却多次阻挠 他认为女儿已经长大 他不会再纵容前妻乱说 希望对方以后谨言慎行 陈冠林出道超过二十年 凭借着帅气的外形以及不俗的演技 一直演出邀约不断 发展顺利 但他的感情路非常曲折 他一共有过二段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叫郑仲英 也是一名演员 两人婚后育有一个女儿 然而 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 最终离婚收场 离婚后 陈冠林组建了新家庭 并与第二任妻子生了儿子 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 郑仲英则夺得女儿的抚养权 多年来 他时常上节目指责陈冠林 称孕妻时被对方夹暴 郑仲英当时晒前夫陈冠林过去写的悔过书 痛诉早年赴泰国度蜜月时 前夫不顾他怀孕五个月身体不适 应要求欢 被剧后对他施暴 陈冠林2003年离婚 两年后上吴宗献的综艺节目爱上九点半 谈及家暴事件 说蜜月照中的郑仲英素颜且没有任何外伤 还笑得很开心 质疑如果被家暴 怎可能每天笑得开心 后来陈冠林被郑仲英提告伤害 他认为检察官和书记官是自己当时的贵人 因为检察官听到郑仲英否认有打人后反问 现场所有人看到都是你先动手 甚至你拿酒瓶要砸人 为什么说你没有打人 接着要双方四天内庭外和解 否则就会起诉郑仲英 陈冠林才收到郑仲英律师的联系 说要庭外和解 事件发生后 他被贴上虐欺人格有问题的标签 不仅演艺工作全毁 全内朋友也一息消失 但他坚持让时间证明一切 不愿意多说 还在短短一周报受十几公斤 后来看医生 才知道已罹患恐慌抑郁症 谢新义在社媒发文力挺丈夫 受访时只证重因 二十年前他就讲过这一套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说 心疼陈冠林二零年来 长期被人消费 他当年和陈冠林先交往后分手 南方过后和郑仲英结婚 离婚 他才又和陈冠林复合 2008年结婚以来 两人认识超过二零年 他力挺陈冠林的人品 没有一个人能在身边装模作样这么久 我看到的冠林哥就是这样 清官难断家务事 支持眼见为庭的事情 世界最不缺口水 他说一个铜板敲不响 他们的事情我不会说谁是谁非 不过女生呈现出来我先生多么坏 我只能说 先生在我身边是天使 不懂为何在他那边是恶魔 我只知道身边这个男人 我的老公 孩子的爸 在我婚姻里面展现出来良善和睦 没有发生暴力这件事 又说陈冠林 没有拿着赚钱上通告 人要提升自己能力 真的不要消费过去 日前 郑重音受访时再次提及陈冠林 他爆料这20年来 陈冠林都没提出过要见女儿 他说自己不会刻意抹黑孩子爸爸 也没有阻止前夫与女儿见面 事实却是女儿满月后 父女俩就没见过了 陈冠林看了郑重音的专访后 不满被塑造成不负责任的形象 气愤不已的他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发签字长文反击前妻 同时公开当年家暴事件的游历证据 他透露女儿之所以由前妻抚养 是因为他觉得母亲育儿是天性 妈妈本能会照顾孩子 尽管没拿到女儿的抚养权 但陈冠林强调离婚这20年来 他一直有汇款并要求探望女儿 却遭前妻各种理由拒绝 陈冠林还晒出判决书 还原当年他与郑重音离婚前 大打出手的真相 证明是对方先动手的 他表示一直以来 郑重音都喜欢通过不断丑化她 来塑造伟大慈母的形象 从前他为了年幼的孩子全忍下来 毫不反击 甚至衷心希望郑重音与女儿过得幸福 感恩郑重音把女儿抚养成人 然而郑重音十岁之位 不停消费她 导致她活在阴霾20年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 这一次她不再忍了 陈冠林很提 如果再放任郑重音搬弄是非 颠倒黑白 她就是在姑息养奸 因此她才决定将当年的事情公诸于世 还自己清白 也相信这是对女儿最正确的教育 陈冠林爆料 这20年来自己其实一直没有换过电话 只要女儿一通电话 她随时欢迎与女儿见面 只是她从来没接到女儿的电话或问候 她不愿猜想女儿是否受人影响 她也尊重女儿的选择 最后她直言公道自在人心 善恶有报 希望郑重音日后谨言慎行 好自为之 别再误导大众 扭曲是事 对于陈冠林的发文 记者再度联系郑重音 她竟然没有回对对方 称没什么好回忆 不知道她是心虚 还是不想再跟陈冠林纠缠下去 影响到女儿 这些年 为了陪伴妻儿 陈冠林很少来内地工作 但她没有淡出娱乐圈 而是拍摄八点档连续剧为主 年初她出演了八点档连续剧一家团圆 戏中她饰演男一号叶志成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戏是边拍边播的 最近播出的剧情中 叶志成因误伤头部 变成了傻子 为了演好傻子 她没有化妆 已真实容貌世人 没想到 不少网友看了近期的剧情后 竟然开始攻击陈冠林的外貌 嘲讨论她老太明显 不适合再演戏了 对于外界的批评 陈冠林似乎很不开心 她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半傻子的素颜照 并留言道 完全没装发 素颜演出 我装疯卖傻求生活容易吗 最后 她无奈地感叹道 求个温饱 还得靠实力啊 任老朱黄 果然会被嫌弃 其他网友 看了陈冠林的动态后 都很心疼她 纷纷留言鼓励她 多位圈中好友明星 也跑过来留言支持她 张勋杰表示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酸民就请她去旁边玩啥 林又兴说道 你不适合谁适合 龙羽深则大赞她很棒 讲真的 陈冠林已经笨舞了 皮肤状态不可能 像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样 紧致细 何况 对比很多同龄人 她保养得很不错了 尤其是身材 完全没有发福 另外 一部电视剧 除了有年轻人外 还需要中年人 老年人 网友嘲讽陈冠林 不适合演戏 实在太过分了 最后 不管怎样 希望陈冠林 别放在心上 继续好好演戏 给观众带来 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